京都局高校吹奏月步 再一次在台湾掀起橘色旋风 是由玉山银行、天智建司、富士大饭店 三家企业透过文化总会与台日交流协会邀请 台湾各单位与企业、新闻媒体及各界热心人士 还有广大的台湾民众热烈欢迎所共促成的 根据中央社、陈仁华记者报道 为了感谢及鼓励与支持橘色恶魔 包括玉山银行、天智建司与富士大饭店三家企业 在欢迎京都局高等学校吹奏月步晚宴将共同捐赠300万元 约合台币64.9万元给京都局高校吹奏月步 鼓励年轻学子勇于追梦 为喜欢的事物发光发热 更感谢橘色恶魔 带给台湾民众精彩 而且充满梦想的演出 也为台日友情尽一份力 京都局学员前理事长梅本玉表示 非常感谢邀请 也感谢各界对学生们的照顾 未来成年后 他们也会成为温暖的人 局高校吹奏月部部长中导同学也表示 台湾热烈温暖的欢迎 让他们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幸福 也得到了很大的勇气 为大家带来更精彩演出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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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